美国周三开始为5岁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,这是最新一批有资格接种疫苗的群体,将为接种者及其周围的人提供预防疾病的保护。 周二,CDC推荐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在该年龄段广泛使用。 周三只发放了首批1500万只疫苗的有限数量,预计下周,儿科医生办公室、儿童医院和药房将得到更多的库存。 虽然大约58%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,但迄今为止,约有2800万12岁以下的儿童还因为此前没有资格接种,而未进行新冠疫苗的接种。 学令儿童注射的辉瑞疫苗大约是史威克,尽量是青少年和成人的三分之一。 疫苗接种可以保护儿童免受Delta变种病毒的感染,该变种已经导致数千名儿童住院治疗。 。 中文字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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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